3 2 1 GO 誰最會爬 台灣第一位女性潘術師 也來一同較勁 經過不讓虛眉 我個人學潘術師 大概2016年的時候開始學 之後我就是直接從事 樹木相關的工作 職業潘術師可不簡單 除了必須要有證照 日常工作修剪維護樹木 體力活 門檻高 但辛苦有回報 一次最多可以賺到一萬二 有人護術卻也有人減數 雲林木棉花道正值花旗 本以為可以看到 浪漫木棉花海綿延不絕 但沒想到全都慘遭替去一半 變少 遭很多了 感覺都很漂亮 可是還是少了 美感就少了一點點 靠近道路的部分 全部都被修剪 縣服表示 因為木棉花朵又大又硬 掉落道路上造成車輛容易打滑 因此才會修數 不過造成的美感大打折 也表示會先暫停修剪 等花期過後再整理 記得廖文斌 養生陳志茂 黃萌俊 台中雲林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你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